旅潭 位於社豐鄉 慈南村 旅衣山腳下 距花蓮市 僅18公里 是花蓮地區 早期 起泊鋪設備的一處風景區 旅潭 南北最長處 約1.6公里 東西最寬處 約930公尺 是花蓮縣內 最大的內陸湖泊 當地人 願稱之為 大婆 阿美族人 則稱之為 本奧 後陰 東方旅衣山 而被 命名為 旅潭 由於周邊 油氣資源豐富 旅潭 很早就發展成 一處知名的風景名勝 花東縱谷 國家風景區 成立後 更整合 現狀積極規劃 做造成一處 可輕舟游游 單車反彈 或漫步 水岸的多油化 游氣活動區 里 湯北設有 遊客中心 遊客可由此取得 最詳細的 各項旅遊資訊 潭西的水岸 休息區里 設有各項既選活動 與休息設施 適合全家 老少 小器 商機 廠約5公里的環潭自行車專用道 讓鐵馬騎士們 以車代步 享受宜人的 湖光 山色 鋁魚山 標高601公尺的 鋁魚山上 更有數條 森林步道 是享受森林域 賞鳥 賞花 賞景的最佳 健身路線 如果不想 那麼快離開 鋁魚潭 鋁魚山 華南走幾百公尺 以官畫建設完成一處 設施完善 環境優美的露營區 並移於97年 6月12日 溫游民間廠商經營 讓遊客體驗 依天目未章 大地未闖的演藝樂趣 鋁魚山 隔著公路與鋁魚潭 相對的路面 搖著公路與鋁魚潭 是提供 遊客 比最問題的產品 與商店 於商店 當地特色小吃 雲頭 地瓜豬 蝦餅等 都是来自在地产品 已成为当地非常受欢迎的特色小吃之一 有经过花莲的朋友们 一定要来旅潭 来享受这好山好水好玩之处哦